竹山鎮全镇区域运动大会日前热闹登场 28里都派出队伍 齐聚临国小一同参与 这场睽違近10年的征运活动 现场相当热闹 先愿参门儿肯定镇公所规划活动的用心 也提醒民众身体健康相当重要 所以请民众要多多来运动 看到我们28里的所有的里长 以及所有的相亲朋友 来到现场都相当的开心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竹山镇公所 在城东牧镇长的带领下 所有的团队非常的用心 那在这次的运动大会 希望带给我们所有的 我们竹山镇民一个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运动大会 也祝福这次的运动大会圆满成功 孟儿也要在此 拜祝所有的相亲朋友 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 身体是最重要的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次竹山镇运以区位运动大会为主题 各式竞赛都以区位竞赛方式办理 让民众能够轻松愉快感受运动乐趣 这样的规划 先远有好也感谢公所的用心 那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全镇运动会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滚滚 那在公所的所有的大家同仁 在镇长 以及大家同仁一起齐心协力之下 我们看到许多的长辈摩拳擦掌 一起来参加这次的运动会 还有这次有许多的气味竞赛 也希望长辈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发挥团队精神做好暖身 大家一起来迎接这场区位的运动会 它也可以让竹山镇更有生气 更有活力 祝福大会圆满成功 而透过此次竹山镇全镇区位运动大会的办理 除了让民众能够运动健身之外 更促进了家庭间和其欢乐氛围 所以活动也获得先怨如略方的好评 全镇区位运动会 节目非常排得非常有趣 有一些长辈也一起来参与 还有小朋友 很多的家长们 都来到我们云林国小这边 来参加这个区位运动会 全镇的 非常不简单 所以非常的踊跃 也可以增加我们亲子的互动 还有亲情 医长何胜峰肯定正公所的用心规划 也相信透过此次振运活动 除了能够让正民一起同乐之外 更提升地方运动风气 让正民都能够透过运动维护身心健康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